在大人眼里 我是天真戴魔的小朋友 然而 我又有不开心的三个瞬间 妈妈打我 白白不带我哭 考试搞不好 其实大人都并不懂我 我是个特别聪明的孩子 我觉得作为一个人 你可以很聪明 但一定要贴心 尤其是对待我妈这样的女人 如果变天了 我就会多提醒她 妈妈 天冷啊 你该买新衣服 如果妈妈心情不好 我就会卖个萌 回到开心 虽然学习很辛苦 但我还是要好好学习 多读书 多去旅行 真正健行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的格言 不仅如此 人生中有很多很重要的事情 还有要是更重要 你知道是什么吗 很多人都不清楚了呢 那又是 今天也要 好好吃饭 有请我们聪明又贴心的好孩子 李明泽 有请 大家好 我叫李明泽 想名悠悠 来自山东锦宁 今年十岁了 今天悠悠到这里来 是想要朗读一个什么样的片目呢 是关于吃饭类的 吃饭类的 跟你长得不太像啊 她长得就像不怎么吃饭 不失人间烟火 吃饭 不要跟我说吃饭 饭长什么样子 结果来一个 我要给大家朗证一个吃饭的 反差很大 悠悠爱吃饭吗 爱 今天我宋族的作品 就是把特别会诗的 蔡兰先生的经典语录 自己改成了一篇文章 叫做 今天也要好好吃饭 为什么要读这篇文章呢 主要因为我爸爸妈妈 他们都不好好吃饭 特别不爱吃早餐 老是不能两口买点饼干 就算完了 所以你这个文章是读给 我爸爸妈妈听的 让他们好好吃饭是吧 你爸爸妈妈 那你一定要好好听着啊 好的人生 从好好吃饭开始 好好吃饭 就是好好爱自己 好好吃饭 是头等大事 每顿饭都会影响到 日后的自己 和生活的全部 一个人吃东西的时候 千万别太刻薄自己 做餐 吃这东西享受 生活就充实 热腾的白饭 打一个生鸡蛋 也是绝品 有时 我们吃的不是食物 是一种习惯 也是一种乡愁 一个人懂不懂得吃 也是肯定的 我们喜欢吃东西的人 当然 去尝遍亚洲 欧洲 欧洲 和非洲的家人 吃的文化 是交朋友 最好的武器 你和宁波人 谈起 蟹狐 黄尼罗 臭东瓜 他们大为兴奋 你和香港人 讲到云托面 他们一定知道 那一道最好吃 你和台湾人的话题 也离不开 柯仔面线 如肉饭和购玩 人生的意义 就是吃吃喝喝 就这么简单和基本 一辈子不长 要吃好 喝好 日子不好 愿景点的每天 好好吃饭 懂生活 爱生活 过好每一天 我觉得你刚才说的 特别有道理 悠悠的爸爸妈妈 那听了这一段之后 看你们还好不好意思 不好好吃饭 对 不仅是她的爸爸妈妈 像我很久没有吃过早饭了 我听完你朗诵之后 我有感触 就为了身体健康 然后我也要告诉 身边的朋友们 一定要注意饮食 为什么你的爸爸妈妈 他们不好好吃饭呢 所以他们忙 我爸妈妈都是在命中查 常年在一线工作 他们每周有一天 要24小时值班 有时还要加班到河馆 所以我一般在娃娃家 等他们忙完了 再来接我 爸 你是在家吧 什么都给他做好了 他们回来吃吗 嗯 对 不会吧 这样 真的 嗯 他们去忙他们的 回来就有一个小暖男 啥都做好了 嗯 就吃现成了 嗯 你给他们做啥 我特别不分心他们 所以会主动在家 学做各种甜品 为了让他们知道我做的 我要给他们做的 带我去吃 哎呦 甜品呢 嗯 都有些什么呢 比如巧克力荣原蛋糕 那我爱吃 嗯 火锅木丝 木丝 木丝 你也会做 嗯 瘦蛋炒梅蛋糕 还有呢 还有奶油泡糊 不录了 以及法 我在经典前面拿做人书 哎呦 你真的都会做吗 会做 哎 这都是从哪儿学的呀 我一般都是在网上搜 你你就照着网上的这个 自学 他们怎么教你就怎么学 然后我写一个食谱 然后 他还写食谱 然后我把网上的配料 然后抄下来 然后自己再改进一下 你怎么这么棒啊 那你给家里的每个人 都做一样的吗 嗯 我给他们做专属甜品 像我老爷 血糖糕 他得吃 找糖 鸡油 无油 鸡热量的甜品 所以我给老爷做天使蛋糕 然后给姥姥做芒果腌浆糕 因为姥姥喜欢吃椰子 给我妈妈和我嘛 什么都能吃 给我爸爸都在减肥 所以我给他做 少糖低油的舒芙蕾 你说做这么多都是甜品啊 嗯 咱不能饿了都吃甜品啊 不一定要 我还会下面条 炒饭 煎鸡蛋 还会做家务 少地脱地晾衣服 我晾衣服真的可好了 那你家里所有的活都你包了 我哥 我妈妈 我妈妈干一点 我干大部分 我爸爸不是我闲的 你爸闲的 嗯 你这个爸 你爸不像话啊 要好好批评你爸 但是我感觉 你刚才把你干的事这么一罗列 感觉家里的事都让你干了 你还上学吗 上啊 成绩好不好 好啊 这是别人家的孩子 别人家的孩子 他就是不一样啊 你回头跟我回家吧 怎么会有这么完美的小孩 真的 我都感觉自亏不容了 听到啊 他说完美了啊 你待会儿看他送几朵花给你 各位老师 其实我为你们准备有专属甜品 现在可以考就端上来了 你又没见过他们 你咋知道怎么专属呢 你知道他们的特点呢 这个 这个一会儿才能告诉你们 一会儿才告诉我们是吧 对 那这样好不好 看看他的制作过程 这样我们就知道是悠悠亲手做的 他老说没衣服 衣柜里都是他的衣服 所以我要省钱给我妈买化妆品和衣服 调半天胃口了 算了你看长青哥哥 这个样子也馋得不行了 你得钻上来吧 你先介绍一下 这四个分别叫什么 这个是三色曲奇 这个火龙果慕斯 这个布朗尼 这个是焦囊布丁 我觉得那火龙果慕斯 是我专属 他个人认为这是属于他的 哥哥你 咱们先从具体分析 从你的原则分析 总之间哥哥是花美男 我是花美男 没错 对 然后花美男都喜欢吃巧克力 巧克力 然后里面还有核桃 因为他说了爱吃甜的 这是 然后需要补点脑子 你知道吗 这个属于我的是吗 然后属于教授的是 焦囊布丁 谢谢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用蛋黄做的 蛋黄是鸡蛋最中心的部分 而知识也是我们人最中心的部分 然后教授教授我们知识 所以要给他教授 谢谢 教授满脑子都是知识是吧 谢谢 所以应该吃这个 好 接着来 那姐姐叫做火龙果慕斯 因为火龙果慕斯是用火龙果和酸奶做的 然后火龙果可以让姐姐的嗓子更好听 然后还可以让姐姐变得更美 然后酸奶 然后让姐姐的皮肤变得更白 所以姐姐就可以变成 又白又美赏的又好 我就说是暖男吧 给伯伯的是三色曲奇 因为三种颜色 祝伯伯的生活多姿多彩 来吧 我自己拿 我都不客气 谢谢 拿你的让给我 谢谢 现在可以尝吗 可以 可以开动了 我都不用叉 让我们几位老师尝一尝好不好 好 味道怎么样啊 我不说话了 不说话来不及了 这一哈都半年 事实已经证明了一切 悠悠有时候咱们去买一下也可以啊 你为什么非要自己去动手做呢 你每次做一下得花很多时间吧 因为我妈妈 我妈妈老买化妆品嘛 她买口红 因为妈妈买好几个 她买不同颜色的 然后她还有衣服 然后衣服 她老说没衣服 衣柜里都是她的衣服 所以我要省钱给我妈买化妆品和衣服 哎呀你妈该有多开心呢 而且我比较会过日子 这甜品剩下的饭料料一点都不会浪费 用炸汁啊 煎鸡蛋啊给自己吃 这样可以省了一顿饭菜 买原材料 我一般都在网站货比三家 看哪个最便宜 有活动优惠就买哪家 哎呀 你怎么这么会过日子 谁教你的呀 自己学的呀 自己学的 因为男人就应该省钱两家 这孩子我得领回去 哎那你省下来的钱呢 准备干啥呀 我虽然说不想开甜品店 但是我想做科学家 然后发明一个会做甜品的机器人 然后把食物的食谱 贴到机器人的肚子里 然后这样机器人可以为我们做出 各种各样的专属甜品 给各种人的吃 像我爸妈这种 又没时间做又不想做的人 又可以吃好 也可以健康地吃 我期待着啊 期待着你这个梦想早日成真 悠悠啊 我插一句啊 这个欢迎你报告武汉大学 洪汉大学的机器人制造 今年全国比赛第一名 欢迎你参加 好吗 好 那现在我们几位老师 看着给我们悠悠送出几朵小红花呢 其实当然因为她十岁 一定会有一些瑕疵 那个贫笑蛇 一些小问题 但是她其他的因素 已经完全就弥补她的一些小小的缺点 在这里呢 就是我也想对悠悠的父母说呀 她这个年龄真的是需要陪伴的时候 所以尽可能地抽时间多陪一陪她 家才是最幸福的 其实同样也反馈到我们 我们工作其实真的也不稳定 经常出去拍戏啊 可能要给父母打电话的时候 我妈就生病啊 有的时候 身体不太好 然后就赶上 哎呦 因为我这次出差 出来的时候 她身体也不太舒服 当我晚上给她打电话的时候 我们录完 赶上我妈 就睡觉了 就是说尽量地抽出点时间 多陪陪父母家里人 我给你 哎呀怎么把我说得这么伤感 我都特别不想这种感 我给母科 母科 谢谢咱们 哎呀不用谢 这是你应得的 真的很棒 葛老师 送几袋呢 其实我发现在她身上 还有比做饭更优秀的一部分 就是她的这个自立能力 非常的强 这就涉及到一个 现在教育理念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古人不是说嘛 受人以鱼 不如受人以鱼 这个家长教育孩子 到底是对她从小 全面地去关照 还是给她留一个空间 让她自己去成长 这个让我想起 日本有一个家庭 他们写一本书 叫会做饭的孩子 到哪里都可以活下去 那么这本书啊 告诉我们这个当下的这个家长 在培养孩子的时候 不能什么都替她去承担 应该让她自己去自立 那么而这个悠悠呢 这方面恰恰是很多孩子的楷模 所以说我要给她五个多 我帮您 谢谢 我是真的特别喜欢这个小暖男 不仅仅是因为她做这个甜品 特别好吃 她的这些小瑕疵啊 我觉得她因为她现在年龄 她以后潜力很大 一定都会克服掉 所以呢 我希望鼓励一下她 我给她五颗心 谢谢 五朵小红花 已经十五朵了啊 刘老师 这么小的年纪 真是不容易 实际哥我在想 你说我们作为大人做得好吗 也不够是吧 所以希望你继续加油 我呢 给你按你数 好吗 五 四 三 二 一 现在有多少朵小红花 二十朵 开心吗 开心 你看我们的悠悠啊 就是她用自己的心 去给她的家人 做这样的甜点 融入了自己的感情 去享受 跟家人在一起的 每一个瞬间 这就是我们这个小暖男 李明泽 悠悠 属于她的幸福 对不对 悠悠 对 好 谢谢你 我们把掌声送给悠悠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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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